如果你想要东令进补的话 这炖煮药膳的汤头恐怕又得多掏几张钱了 因为中药材全面大涨价 从一斤的150元涨到了300元整整贵了一倍 而过年的干货干贝是从1700元涨到了2000元 而至于在零嘴的涨幅最大的是哪一个呢 是西瓜子涨幅高达23% 过年要吃的零嘴干货都涨价 让民众的荷包缩水的感觉又更加强烈了 老江切片大火快炒将母鸭东令进补最对位 中药顿补熬汤头可能会让业者哀哀叫 因为中药几乎全面大涨价 走一趟三缝中街中药财什么都涨 其中涨幅最大的收地从一斤150块 double变成300元川雄也涨一倍 其实这个东西在10月就出现了 本来一斤100元现在一斤300元 半年一次来买就觉得说跟以前差很多了 应该一两层有啦 有明显的感觉 有有有 另外干货类 原本单价就不便宜的干贝 因为货源变少 从原本一斤1700块 涨到快2000 账幅17% 过年最常吃的零嘴 西瓜子从130元 涨到160元 账幅23% 花生也从一斤涨了10块钱 年货通通变贵了 你说这不哪有多少 130啊 那现在呢 160 贴3块 对啊一包30块 这个涨幅很大 万物皆涨全民很有感 但该吃该买的还是不能省 只好忍痛买下去 这个过年采买年货 恐怕新台币得多准备点 就黄讯红富人高雄报导 美式卖场的牛肉 它半年内价格暴涨将近的六成 所以你去美式卖场买肉的时候 是不是也觉得天哪 怎么越掏越多张掏不完 现在为了平稳物价 这行政院出招了 宣布即日起到明年的3月底 针对大宗物价降税4个月 包含牛肉每公升调降为5元 小麦也全面免征关税 但何时会反映在通路价格上呢 连锁卖场表示 牛肉商品一直都是以优惠价格贩售的 没有调降问题 香喷喷牛排让人食指大动 但最近想吃上一口得多掏些钱 因为万物起涨牛肉也一样 走一趟连锁美式卖场 例如一板牛排价格 短短半年内从每公斤579元 变成919元 暴涨百分之58.7 牛肉长很凶 已经很像涨一百多了 受不了 那就敢吃这个肉跟鸡肉 牛肉涨价有感 消费者吃不消 行政院为了平稳物价 即日起到明年3月底 针对大宗物资降税 包含牛肉16项每公斤10元 调整为5元 降幅50% 我们当然消费者会希望它反映在 我们的实际上的消费上面 但是这也是要看卖家的 就店家他们的操作 进口税降价何时会反映在通路上 连锁卖场业者表示 牛肉贩卖价格并非实价 都是订购完整肉品在来台分切 目前是以优惠价格贩售 没有降价问题 有做每日的促销 所以相对的价格都会比较的优惠 那其实在农历年前 我们也都会针对农历年采购的民众 做不同的优惠方案 而另一届美式卖场则回应 目前对进口关税调降 确切情况还不清楚 仍在观望中 因为价格包含运费及其他成本 民众想买到便宜牛肉 恐怕还得再等等 记者许问李云洁台中报道 就是在台中的福寿山农场 在今天的清晨他们迎来了入冬的最低温 这气温只有零下三度 农场内的杜鹃花啦树枝 都结了一层的霜 一闪一闪相当漂亮 而另外台中的武林农场也一样 负2.4度的低温下霜是落满地的 远远看过去就好像撒了糖霜一样 加上这落雨松还有枫叶的妆点 其实真的很像北国耶诞老公公的故乡 翠绿的草地被撒上一层糖霜 转化成一片银白宛如新娘的白沙般浪漫美丽 一条条的银丝线 披复在青草上 满地的白穿插着些微的绿 远处的风红洛宇松助力 让这片美景像极了北国耶诞老公公的故乡 也让这片大地染上浓浓的耶诞气息 台中武林农场清晨低温下探到-2.4度 不知草地结霜连树梢枝头都染上一点白 旺西亭的小木屋也变成江炳屋 那种是一种霜 因为水气不足下了漂亮的霜 整个景色变得非常梦幻 白霜美景在太阳出来后慢慢消融转瞬即逝 而台中的福寿山农场也创下入冬低温 淋下山渡的草地也结了一层霜 灯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亮晶晶 你看头下一闪一闪亮晶晶 高山杜鹃花覆盖了一层冰霜 连蜜苹果也白了头 气温骤降虽然水气不足没等到下雪 但难得的冰霜美景 也让大地展现不同的冬季风情 有两天单景城台中采访报导